根据发表在《化学》期刊的一项研究 由于体内发现的蛋白质 能用来制造永续的塑胶替代物 由于用初晚上的锡盘捕抓猎物 锡盘上有锐利的齿环 这些齿环是由类似丝的蛋白质所组成 这些蛋白质过去几年已成为科学研究的主题 研究报告的第一作者是宾州州立大学的迪米瑞 他表示 他的团队从由于齿环蛋白质制造出纤维、涂料和3D物体的雏形 迪米瑞表示 这些天然物质可透过生物分解 并能成为很棒的塑胶替代品 而由于齿环蛋白质可以全程在实验室 使用基因工程细菌做出来 不需要用到任何的鱿鱼 制作过程以发酵为主 只需要糖、水和氧气 根据统计 每年有超过800万吨塑胶垃圾流入海洋 造成海洋生物死亡且伤害生态系 但减少塑胶污染的关键 现在很可能在海洋中就能找到答案